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Firebase的视频 今天是第三期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了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主机托管服务hosting 是这样 Firebase给咱们提供了几大服务之一 就是说让咱们可以快速建一个网站 这个服务就叫做主机托管服务hosting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看咱们如何快速的建立一个网站 好不好 OK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使用主机托管服务 干什么 咱们托管一个网站 首先我给您访问一下它的官网 大家请看 其实所谓它的官网就是它的产品页面 对吧 咱们通过这个服务就能够快速的建立一个咱们自己的网站 而且支持https 非常的好 OK 这是它的官网 有兴趣朋友 您就访问一下 全球范围都没问题 但是这个全球范围 所谓的全球范围 应该是脱离中国大陆之外的全球范围 好像不光是我用这个Firebase 包括今后呢 我给您讲Amazon的AWS 它都分为一个中国区 一个中国以外的世界区 都是不一样 包括咱们 包括我玩游戏 玩这个PSN 索尼的娱乐 也都是分这个港服 世界服 以及国服 是吧 是中国一个特色 好 咱们回到咱们的控制台 然后呢 我把我的这个屏幕最大化一下 OK 好 那咱们进入咱们的工程 接下来咱们就在咱们的工程里面 干什么 咱们呢 使用一下主机服务hosting 大家请看 就是我鼠标的这个位置 点击一下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点击开始使用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做一些个 这个最基本的 您要开始使用的一些描述 其实大家请看 它让咱们首先装的Firebase工具包 咱们在第一期已经给您装完了 其实这地方咱就可以不装 是吧 咱们显示下一步 然后呢 这login 这login呢 我第一期也都给您做 咱也不管 直接下一步 没问题吧 然后呢 部署 一会儿呢 我会给你讲到该如何部署 这都没有问题 前往控制台 OK 这个就是咱们默认的主机的管理的平台 这个地方呢 我跟大家说 Firebase给咱们提供了一个项目中 可以建多个主机 大家请看 默认的主机叫这个名吗 对吧 这是它的域名 咱们呢 可以自定义咱们自己的域名 可以通过咱们自己的DNS服务器 对它进行设置 好不好 同时 它还支持建多个主机 咱们大家往下走 看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咱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添加多个网站 默认网站的域名呢 是.vive.app 这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域名 您可以在这地方呢 添加自己的网站 只要文件不出名 只要URL不出名 就能够申请成功 好不好 然后呢 因为是这样 咱们公司建网站 不可能说用vive.app 对吧 更不可能用这个Firebase.app 咱们一般用自己的域名 如果用自己的域名的话呢 它也支持 咱们自定义域 这个呢 我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讲解 好不好 OK 那咱们说完之后 那咱们干什么 咱们就要去建一个本地的vive工程 然后呢 更新到Firebase 同时通过这个URL呢 还能够访问到 这是咱们今天的目的啊 OK 咱们先回到我的项目主页 回到我的项目设置区 干什么 咱们往下看 在这地方 因为今天咱们要建一个网站 当然我现在的操作 不是必须 但是呢 这样做的话呢 便于您的用户管理 为什么呢 咱们通过这儿建立一个 viveapp的话 那么今后咱们可以用这个 Google Analytics 进行用户行为的分析 所以说 咱们今天既然要做一个vive 那这地方呢 咱们就建立一个vive的应用程序 好不好 咱们开始啊 好 咱们起个名字 我想我名叫什么 这个名字 今天咱们就叫做myweb 行不行 咱们就叫这个 然后呢 还要为此设置fire托管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咱们刚才 不开通了咱们自己的一个主机吗 这出来了 如果您要是在里面建多个网站的话 这个地方会出来多个 默认 咱们目前只有一个 所以我就选择默认的这个 没问题吧 OK 注册应用 注册完应用之后 需要往这个网页里面添加一些SDK的信息 这样的话呢 咱们可以通过网页 大家听好 我今后几期会给您讲 咱们通过网页 也能够直接读取到数据库的内容 非常的方便 这是咱们 Firebase让咱们添加一些代码 我课件中都有啊 咱们下一步 添加工具 咱们第一期已经添加过了 没说的 下一步 这个他是说该如何部署 先login 然后处理化环境 这个我课件中都有 包括部署 都有啊 咱们直接前往控制台 OK 大家请看 默认的是这个代码 这个咱们不用管 我课件中都有 您把这个代码 加到您的外博APP中 就可以使用 咱们马上回到咱们的课件啊 OK 那咱就按照我的课件 咱们做一做 如果您还没有安装FireTools的朋友 用这行命令呢 进行安装 好不好 如果安装之后 那咱们按照我的这个步骤 咱们去建一个 建一个处理化 一个本地的工程 好不好 咱们马上开始 好 大型 这是我的本地目录 首先建一个 MyWeb 没问题 进入MyWeb 进入MyWeb 没有问题 刚才报错了 好 然后干什么 咱们用NPM进行初始化 OK 成功 然后呢 咱们用 大家请看 用Firebase命令 把本地的项目 进行一下初始化 把本地目录初始化成 Firebase的工程的目录结构 好不好 其实呢 非常简单 咱们试一试 NIT就可以 我这做一个清评 然后Firebase NIT 这地方我得要给您简单的说一下 大家请看 Firebase给咱们提供了很多的服务 在这地方 咱们就可以配置 我当前这个工程都用到了Firebase的哪些个服务 咱们看 比如说老的数据库服务 Firestore 这新的数据库服务 NoSQL 对吧 云函数 主机服务 存储服务 文件存储图片 对吧 文件存储服务 本地模拟器 以及远程设置 咱们今天用到的 其实就是这个 host 叫做什么 主机托管服务 如果您要想本地调试的话 把本地的这个模拟器调上 就可以啊 OK 咱们选完之后 咱们按空格选择 按空格选择 让我按回车下一步 这样它出来了 您是要建一个新的Firebase工程去管理呀 还是说直接用一个生成已经存在的工程 咱们不已经建了一个工程吗 咱们就用那个工程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选择第一个 使用一个存在的工程 好不好 OK 它会去检索 大家请看 目前咱们就一个工程 所以说叫做MyFirebase 咱们就选择它就行了 按这个回车键 好 它是说 本地的目录下 有个子目录 Public Public 是不是把它作为默认的工友目录 是这样 如果你把本地的Public作为工友 那么今后这个目录 就会向Firebase的主机上面去上传 也就是说这个目录 Public 是咱们今后外部的根目录 好不好 直接回车 当然 当然是这样 这我多说一句 如果您想传一个 这个类似于这个VUE 对吧 您拿VUE 你打爆之后呢 想传到这个Firebase上去 那么呢 可能您的名称就叫做DIST 对吧 那咱们不叫DIST 咱们就叫做Public 好不好 因为我今天还没用VUE 今后我要用VUE给您讲解 我会说 这个地方您要输DIST 好不好 咱今天就叫Public 回车 OK 是不是一个单页的 你看VUE就用到了 是不是单页了 咱不是单页了 咱多页的 OK 是不是启用GitHub编译加部署 咱不用 然后配置一个本地的模拟器 咱就是hosting 没有问题 然后本地5000没有问题 下载 这个咱们都采用默认 是不是下载本地模拟器 展示不采用 OK 配置完了 咱们看一下 配置完之后 有多了两个文件 我轻上屏 多了两个文件 咱们用S-A看一下 一个是Firebase工程文件 还有一个是Firebase.json 工程描述文件 咱们分别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请看 这就是说 是这样 咱们本地一个目录下 可以管多个工程 默认的就叫做default 以后咱们可以 比如说咱们两工程 这地方咱们还可以接着 再加一行 json 对吧 default 然后这是咱们项目的ID 没问题 OK 咱们再看另外一个Firebase.json 这是对咱们本地工程 所用到的服务的一些个描述 目前比如咱们用到了主机服务 用到了模拟器 本地模拟器 为什么要用本地模拟器 是因为 咱们可能要编写一个程序 数据库 云函数 对吧 咱们需要调试 对吧 那么咱们需要debug 怎么debug 咱们需要本地模拟一个 Firebase服务器的环境 那么怎么做 就用到了这个模拟器 好不好 OK 先少细 咱们马上继续把它走 咱们已经有了 对吧 那么咱们就应该在我本地public 本地public 这个目录 其实就是以后咱们vive的根目录 咱们在下面建一个文件 好不好 我清一下 看一下 有吧 public 咱们进入 它里面有两个默认 给他们声称好的文件 咱们不用 把这个index 咱们做一个更名 好不好 咱们叫index1 这个是Firebase默认的 咱们不用 咱们自己建一个 自己的index 可以吧 好 咱们叫什么 大家请看 我下面给您准备好了 一个默认的html文件 旧一行 he hello Firebase from coma from 小马 对吧 然后这下面呢 是Firebase一些个初始化的gs的脚本 这个咱们要增加 好不好 这三个呢 是默认的 我希望您增加上 如果您以后要使用Firebase一些个其他的服务 通过web 使用Firebase一些个其他的服务的话 您在这个地方呢 去追加 在这个地方去追加 追加什么 比如说追加 我现在追加是我要 我这个网页要使用Firebase的Analytics的服务 您就可能要追加这个认证服务 要追加这个数据库服务 要追加这个文档服务等等的话 在这个您就一行一行的追加 那么这些个服务 都从哪获得呢 访问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里面就记载着 Firebase给咱们提供的多如牛毛的服务 机体学习等等都提供 您用到哪个服务 您就把哪个服务的GS文件 import进来就可以 OK 今天咱们仅仅是用到了用户行为分析服务 好不好 OK import完之后 下面咱们要编点简单的代码 干什么 因为我用到是Analytics 对吧 所以我就用了 所以在这地方 大家请看 我简单的声明了一个Analytics的实例 然后呢 追加一个事件 那么如果您有多个页面的话 您每个页面中都加一些个log自己的事件 还可以分配一些个参数 都是没有问题 这样的话 就记载着用户 往哪个页面导向时的各种各样的行为 都记载住 然后呢 GoogleAnalytics呢 咱就能够可视化的 看到用户的行为 非常好的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 对不对 好 咱们吹完之后 吹完之后 马上咱们拷贝代码 把我这个HTML拷贝过来 没说的 拷到咱们当前的文件下 按住口 忘了加微键 拷贝过来 存盘退出 看一下 有了 对吧 OK 有了之后 什么有了 有了咱们文件之后 咱们现在干什么 大家请看这 咱们应该先本地运行跑一下 你不可能说我编文件 我直接就上传服务器 这是不对的 咱们本地先调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出来咱们要的结果 然后咱们再 upload到服务器上去 对吧 OK 通过这行命令 咱们启动本地的模拟器 跑一下这个服务 好不好 大家请看 我是这样 本地咱们可以跑各种各样的服务 比如说可以跑主机服务 比如说咱可以跑数据库服务 对吧 比如咱可以跑函数服务 都可以 对吧 目前咱们现在的工程只有主机服务 所以说咱们现在直跑主机服务 没有问题吧 OK 它现在正在运行 启动起来 大家请看 我只要访问我本地端口的5000 就能够访问到咱们刚才的这个网页 咱们试一试 好不好 OK 试一试 我把这个窗口切出来 好 咱们访问一下 出来了吧 大家请看 是不是出来了 OK 那就说谋什么 说谋咱们的服务 本地服务 模拟服务 运行成功 那么咱们干什么 咱们应该把这个服务 在本地调试好之后 就需要上传到服务器上去 该怎么上传 咱们试一试 清一下屏 好 怎么上传 大家请看 用下面这个代码干什么 部署到咱们真的网站上去 对吧 通过这个命令 就能够部署到真的 Firebase的主机服务的 网站 也就是 这怎么 他给回来了 也就是咱们刚才看到的那个网址 好不好 那咱们就试一下 然后成功之后的话 大家请看 如果咱们部署完成功之后的话 在这个Dashboard里面 会有用户行为的分析 因为咱们加上了一些内容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就能够看到实际的用户行为的结果 目前是还没有 对吧 那么咱们就做一下 刚才已经有了 大家请看 为什么我先用户行为这是一 因为我刚才在本地访问了一下 对吧 那么访问一下 他就会记载着 有一个用户访问过来 就会记载住 然后咱们如果有多个页面的话 哪个页面访问 什么内容 他这都会给他们记载 非常好的一套 非常好 好 咱们吹完了 吹完之后 咱们马上运行部署 把咱们的本地应用部署到真正的Firebase上去 这样的话 全世界就都能够访问到 咱们试一试 OK 大家请看 成功之后 他说 你可以通过这个地方访问你的现在APP了 这个可是全局范围 那咱们就试上一试 好不好 试一试 出来了吧 大家请看 现在我可不是本地了 已经是全世界范围都能够访问到我现在的网站 HelloFirebase from Koma 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随着咱们网页一点点的复杂度 对吧 咱们内容页面会越来越多 那么内容越来越多的话 在这个地方 Dashbowl这个地方 就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用户 各种各样的 大家请看 又来了一个二 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用户 各种各样的行为 都是完全都没有问题 然后点击这个 Streamview 还能够看到 您的网站是哪个国家访问过来的 哪个地区访问过来 访问数是多少 都有详细的描述 非常的好 大家请看 你看现在我在日本 这看到就是一个日本的IP 全世界各个国家都能够看到 但是有可能收集不到中国大陆信息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不能访问Firebase 是吧 OK 不过没关系 中国大陆有阿里云 有腾讯云 也是提供类似服务 也是非常的不错 对不对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讲解的 Firebase给他们提供的非常方便的主机托管服务 大家注意 它其实还是是https 这真的是非常的好啊 非常的推荐您使用它建立自己的网站 非常的快 而且最重要的还免费 对不对 好 吹了半天啊 真的因为我是非常喜欢这个服务 对不对 好 今天课程就这么多了 我的代码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您就访问一下吧 OK 那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